一場驚人的暴風驟雨即將開始 你以為差不多到尾聲 Case很快出來嗎?當然不是 現在正在待另一個風波 海底王妃的決席引發在皇室內的軒然大波 好像一場驚天地暴風雨即將要突襲英國皇室 現在全然四起 每個都揣測連篇 人的好奇心和疑慮 在這場風波中越演越烈 燃燒中 真相永遠隱藏在迷霧之中 海底王妃的健康成為人中人的焦點 據稱他接受了一場腹部手術 需要長時間康復 但細節被嚴禁封鎖 為何要封鎖? 只是透露了有限的訊息 說他做過腹部手術 這引發了更多的揣測 媒體對揣測 有嚴重的疾病 去到婚姻的危機 各種的傳聞不絕於意 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也要提一提 誰新進來的話 Smart Travel那裏 我是由2月初開始跟進這個Case 當時我已經覺得好像有點奇怪 我聞到泉味好像有點怪怪的 你自己看看200條片 多謝各位 我繼續說 威廉王子正處於輿論的風口浪尖 首先他選擇無端端在他的教父 前希臘國王 他只是用一個個人理由 Personal reason 臨去追悼會前的一個多小時 就cancel了 這亦引發了揣測和關注 他自己被認為是別無選擇的 但這個選擇也引發了更多疑慮 令到那些人 迫不及待地 去找背後的真相 皇室內部人士的回應 未有將這件事 令到人很 信服 相反 他們的沉默和蒙古的回應 更加令到人覺得 在這個事件裏 加多很多陰謀 如果他初頭 這個皇室不是回答得那麼蒙蒙茶茶的話 或者今時今日未必有那麼多陰謀論 凱特王妃的病情那麼保密 媒體也揣測 誤導 英國皇室也保持沉默 這一切就構成了撲朔迷離的畫面 更加令到人觸摸了內心真實的感受 在這場風波之中 媒體扮演著不可話缺的角色 他們對凱特王妃和皇室的報導不斷升級 尤其是在一些編輯錯誤 或者刪除通知的事件之中 公眾對媒體的信任度 已經進一步受到挑戰 媒體有自己不當的行為 但是這個皇室也不完全適合 因為他將事件 搭與不搭之間 一下子就說九個月 才完成休養期 一會就說復活節之後才會出現 一會就說復活節之前就可以了 令到別人沒有辦法去接受 究竟哪一件事是真 另外他現在 K 肯定在大眾之中是受害者 但威廉王子和海特王妃 選擇低調的生活方式 和三個小朋友在溫沙莊園 拒絕用保姆 原來保姆不知是否洗走了 選擇了保護他們的私隱 這一場風波之中 他們的私隱亦受到考驗 他們試圖充滿壓力和關注的時刻 保持家庭平靜 令到外界更加上知 這個輿論風暴背後 其實隱藏著更多 不為人知的細節 海特王妃和威廉王子 作為一個皇室的成員 要承受這麼大的壓力和責任 而這一種壓力的事件發展下去 越來越沉重 他們或是早已習慣了 被罪光燈之下的生活 但是內心深處 非常疲 而被大眾害忽略 說真的 你是皇室人員 你就沒有那個私隱 什麼叫私隱 你拿個公諷 也都是那些納稅人 給prime minister 手上 從手上撥些錢給你 去養著這班人 等於 你說做明星有沒有私隱 幾乎是沒有的了 好了 海特王妃的福報手術 並非是一時決定的 而是經過深思熟慮 要做appointment 沒有人見到他入院 亦沒有人見到他出院 亦沒有人見到威廉探病 照他探病 都可以拍張照 因為他當時生了個嬰兒 翌日他已經穿了高跟鞋 在九個小時之內 生了第三個兒子 路易太子 已經出來 他選擇現在 躲起來 躲起來 很意外地 這一項的決定引發了 一些 以前沒有留意的人 現在更加留意 你越是不想知道就越想知道 另外那張家庭照 和三個小朋友也錯漏罷出 以為可以享受一下 溫馨的時光 但被人發現了 原來那張照片是否2016年 Vote Magazine 的cover 這件事 另外 海特王妃和威廉王子的事件 也引發了另一種 就是他們的爆炸性 覺得他們的婚姻出現了問題 除了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之外 其實他們會不會 需要一些專業的心理輔導 去排除他們 對於外界 說他們有婚外情 作為皇室成員 威廉王子和海特 他們始終 不可以純粹個人的形象 私隱 而且背負著社會的責任 你想想 在這個風波之後 威廉和海特 現在要重新 再建立自己的信任 這個過程非常艱難 但是有必要 需要重新審視 他們兩個夫妻的關係 日後 如果你真是被人發現了 Rose 真是那個情婦小三 你日後作為國王 你又可以 若無歧視 像他老爸 查理斯國王 戴無私樣告訴別人 是呀 我有小三 其實社會對於威廉和海特的關注 或者支持 亦進入了死胡桃 因為恥作用者是誰 就是英國皇室 他的公關處理得非常之差 作為皇室成員 他們兩個 自己自不然 應該要走出來 但是他們沒有 另外亦有很多媒體 每一天 每一天 都有不同的新聞 一會兒 現在又說他去個 Farm 家裡附近的Farm Shopping 走得 那麼步伐輕盈 優養得很好 又要 現在 19號 他月尾復活節 下個月頭 還有十多天 我們要慢慢等候 在這十多天 會不會突然之間 有些人說他死了 死的那個我是不太相信的 始終你有一張照片 他在醫院都被人拍到 但那個也不一定是他 好了 現在媒體 如果靠他皇宮 發放的照片 已經失敗了 接二連三是失敗了 那究竟他們會不會 得到一些教訓呢 在這個過程中 社會 對於他們的理解和 寬容 在網絡世界 哪有寬不寬容的 是吧 OK 但是 他們 要走出 這個 心理上的陰影 一定要開城報公 走出來 讓我們知道 究竟現在Kate是怎樣 如果你要死撐 堅持下去的話 是不是 但是 只能夠 越來越厲害 另外經歷了這些風波之後 威廉和凱特 他可能家庭那種感情 就要更加 學會怎樣 釋放一些傷痛 如果真的有這個小三的話 因為始終 他作為未來的國王 是有一個責任保持著一個 即是 Integrity 即是那個誠信 在這裏 但是現在我們未知道 究竟 他 所做的事 OK 我給你們一些照片 OK 凱特王妃 OK 這個 你看到他很開心 這樣 對 但是 那張圖那些 有十幾個 看圖色字 這樣 意思 OK 這個 平時是這樣 你看到他逛街的 跟普通市民 其實很多人都很關心他 但你偏偏把這些東西藏起來 是不是 OK 其實背後會不會有另外一些東西 OK 那就 一場 OK 好了 短短的我再去下一條影片 至於 嗯 嗯 好 謝謝 我們下一條片 下一條片 好 大家記得幫我分享留言點贊和訂閱 現在多了這麼多人進來 我告訴你2月初的時候發現他有問題 然後我就走去做 2月初到現在我做了200條片 你自己找回 就在這個播放清單 按按就已經有200條片了 好 謝謝我們一會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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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